玉里的松浦国小原定要在上个月的27号 要办理铁马环山必起挑战的活动 因为受到马蛙台风搅局而顺延到6月11号 七位毕业生在师长的带领下 从校园出发 经过了瑞税五鹤山再由高辽大桥返回终点学校 一共有40多公里的路程 第一次长征 七位毕业生是坚持到底 早上八点从学校出发往北 先到竞争牧场后 再继续骑到瑞税中心火车站补给消息 松浦国小首度办理毕业生铁马环山 要让毕业生挑战无限可能 也希望藉由这件事情 让他之后上了国中 更能挑战每一件事情 让他们能相信自己 他们能做得到 由毕业班导师规划的铁马环山挑战 从校园出发往北到瑞税牧场 高绕五鹤山 再由高辽大桥返回终点学校 总共40公里的路程 七位毕业生勇于接下 老师下的站铁不退缩 很累啊 然后因为没有骑过那么远 拒绝吗 没有 为什么想要接受这个挑战 因为感觉很有趣 要挑战自我 其中有位不会骑脚踏车的毕业生 为了这一次铁马环山挑战 苦学练习 虽然骑乘技术不佳 但仍一不一驱景 跟载后部罗队 回家我挖手机 回家挖手机 太累了 这一次的单车行 有没有做什么准备 没有 都没有 那这样骑过来觉得 很开心 很开心 累不累 有没有体力可以完成挑战 有 一路陪骑的家长 看见七位学生 一路苦行 却从不放弃了精神 万分感动 为了学习 就是他们班上这个活动 哇 他去学了不到一个月的单车 然后这样一路这样 哇 我看了好感动 你们踏上新的路程 要坚持自己想做对的事 这样 原定上个月27号开启的 玉璃松府国小铁马环山挑战活动 因马瓦台风角局而顺延到今天才成行 七位毕业生在师长的陪伴带领下 也顺利完成了这一项单车长征挑战 记者是玉璃 玉璃瑞瑞采访报道